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今天又到了新的一周 周一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上周五的澳洲股市继续是遭遇了比较大的下跌 包括了银行股和矿业股两大支柱的板块均下跌幅度超过了1%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澳洲股市毫无疑问 必定大盘也是会遭遇比较大的下跌 最终大盘也是下跌了0.9% 跌幅也是达到了过去7个交易日里面的最低价 中国方面稍微涨点至起 在上周五的时候并没有跌破3100点大关 最终是成功的守住了3100 还涨回去了大约是0.7% 上阵指数最终收盘是收在3123点 深圳方面则报收是99006点 涨幅还比上海更多一倍达到了1.4% 欧洲方面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英国 法国 德国其中两个上涨 一个下跌 但是幅度都控制在0.3%以内 但是美国股市上周五却走出了过去50年一遇的离奇行情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晚上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是正式宣誓就职 那么在它宣誓就职当天 美国股市也出现了 达到了三个指数都有0.3%左右的上涨 涨幅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美国股市在总统当选当天上涨 这是在过去50年之内都没有遇到过的 这次又遇到了 另外在其他方面重要的提示来说一下的是 现在美国的新增页岩油的钻井平台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过去13个月以来的新高 同时 但是在另一方面 沙特和俄罗斯再次宣布他们是会继续加大现在的减产力度 换句话说 美国这边在加大生产石油量 而俄罗斯和沙特 包括中东的其他国家却在减产石油 其目的就是一个 两边都在争夺 一个是争夺利润 另一个是争夺对石油的定价权 那么今天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刚才说到的美国股市 50年不遇 那么今天就给你遇一个 我们都知道呢 特朗普是个新任的美国总统 在上周五晚上正式宣认宣誓就职了 那么特朗普在他的就职宣言里面到底说了哪一些对于金融产品 金融市场有影响的话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那上周五呢 在这个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中 其实呢 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名字 这个特朗普也是个奇葩 他从竞选开始的时候就让人大跌眼镜 到之后呢 当选 以及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从推特里面发文 抨击这个 抨击那个 以及呢 他的种种言论都让传统的这个投资者 或者是传统的分析师呢 是大错特错 那实际上的话呢 他在就任当天 他也创下了美国历史上 过去五十年以来 股市首次在总统当选日当天上涨的这个特例 但是呢 我们说到他的这个讲话稿啊 其实呢 看一看呢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差 甚至来说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他的某些观点 比如说 我们知道呢 他现在提到的大部分的这个政策 都是为了美国利益服务 换句话说 就是呢 为了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普通家庭来考虑的 它关键就是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让更多的人呢 有饭吃 有工作可以做 其实我们知道在绝大部分的这个西方国家 普通人呢 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非从事精英 金融工作的人 他们都不会专业炒股 或者说知道这个股票或者投资的信息还是比较少 绝大部分人呢 都是希望呢 能够有一份工作 能够呢 这个供得起自己子女上学 同时呢 能够还得起现在的房贷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那其实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呢 我们由于是华人 那么当然我们的投资的理念呢 大家会比较普及一些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人来说 他们的概念里面对于股票 或者对于金融投资 并不是那么的普及 也正因为如此呢 特朗普目前的政策 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把工作机会带给美国 这种政策非常得人心 得的呢 就是那些老百姓和那些普通工人家庭的人心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很多时候希拉里所代表的呢 是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一些精英阶级 比如说受过高等教育啊 比如说在华尔街工作啊 等等那些的帮助 而特朗普这次就偏偏是见走偏风 走了呢 就是基层路线 走了呢 就是大众路线 而恰恰呢 他的大众路线呢 也非常得到了这次的肯定 从他的投票结果 以及从上周五市场的走势 就可以看出呢 整一个市场的投资者和整一个华尔街 对于他的讲话还是比较认可的 那么我刚才也说到了 在过去的50年里面呢 美国总统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呢 就任当天 股市都是下跌的 但是呢 在上周五就出现了一个50年一遇的特例 我们都知道在中文媒体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百年一遇的洪水 或者是千年一遇的洪水 那么在上周五晚上 我们就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一个50年一遇的奇葩现象 那么按照过去几十年的惯例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呢 不论是之前的小布什 奥巴马 这个包括克林顿也好 在之前的老布什 在之前的卡特 福特等等 每一次到新总统上台当天 美国股市都是有下跌 美国这个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甚至下跌是5% 因此很多时候呢 应该说是在上周的周三和周四 有很多的资金 据现在的统计呢 是超过了差不多有千亿美元的资金 进场呢 要做空美国的股市 怎么做空呢 就是通过买入看跌期权 来看跌周五的美国股市 那么这个正常的逻辑 按照我们过去50年的经验来看 在星期五的当天 美国股市就应该 或者说是按照逻辑 按照过去的历史来看是下跌的 但是历史它并不能代表未来 在周五的时候呢 就偏偏不和历史呢 走的一样 正如在上周 在去年6月份 英国就偏偏要脱欧 美国的总统大选偏偏选的是特朗普一样 很多事情在表面上来看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但是不到结果的最后一秒 有可能依然结果呢 是跟你预期的是完全相反 所以说呢 从上周五的这个美国股市的走势来看 再一次给我们敲响警钟 是什么警钟呢 就是呢 在任何的大事件之前 发生之前 我们不要去猜测结果 因为从表面上来看 它的概率再大的可能性 都有可能会翻盘 那么我们同时也要再说一下 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 从目前来看是有利于美元 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股指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奥巴马当选的八年里面 美国的股市已经翻了两倍了 也就是说 你指望的现在奥巴马 从现在再到这个 他就卸任的时候 美国股市能再翻两倍 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当现在世界的各个投资者 或者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分析师 都在欢欣鼓舞的庆祝 现在的美国股市可能要创新高 历史最高 或者要庆祝美国的经济 重新回到强劲的增长中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别人贪婪 我恐惧 别人恐惧 我贪婪 在所有人都在欢欣鼓舞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应该考虑 万一没有这么好 会怎么办 这个话题我就留给大家 有时间去思考一下 那么另外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消息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某一种产品会出现特别大的变化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